康熙28年 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尼部处条约 明确划分中俄两国东部边界 确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 包括库叶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 而将贝加尔湖划分给了沙俄 贝加尔湖在中国古称北海 公元7世纪中叶 唐朝在贝加尔湖以东设置了行政机构 正式将之纳入中国旁途 唐朝末落后 贝加尔湖地区几经易首 直到明朝末年 满足崛起 统一了贝加尔湖东至海的广大地区 在尼部处条约中 与其说是康熙将贝加尔湖让给沙俄 还不如说这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方计 至于清政府这样做的原因 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 贝加尔湖的归属性并不强 由于他离中原太远 在当时落后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 清政府想要完全实现对他的统治权 其实是很难的 说不定他时不时还会出现内部反叛的事情 坚扯清政府的经历 其次 贝加尔湖地区既后条件恶劣 并不算富足之地 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 不具备奋力争取的价值 最后康熙年间清政府入处中原的时间并不少 还有很多问题极端解决 他希望能尽快从跟沙俄的僵持中脱身出来 集中精力处理更棘手的事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 万里皇帝更是懒得出喜 当了48年皇帝 30年都不上朝 结果专家打开礼幕后 才知道他有个大大的苦衷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 探秘历史原创制评 在下方菜单栏往期风采中 即可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